师父为什么 为力苦的路 什么是苦 轮回是苦 佛在经论上讲的太多了 三善道虽然是路 不长久 时间很短促 三善道之苦 那个时节比三善道 不知道要长多久 所以六道轮回里面 经典上有比喻 三善道是你的家乡 三善道是你出去观光旅游 度假了 你想想看 你这一年当中 一辈子当中 你是在家乡住的时间多 还是度假的时间多 这个比喻比喻的好 你一步出轮回 那就是这种现象 如果我们在冷静的去思维 我们从早到晚 从大年初一到那月三十 我们在生活当中 工作 待人皆无 齐心动念 是善念多 还是我念多 先想一天的 如果这一天 动的念头 我念多 善念少 你就明白了 在下一个星期 一个月 一年 善我的标准 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 利益众生的是善 利益自己的是我 这是佛家的标准 我们一定要清楚 为什么说利益自己的是我 佛叫我们远离生死轮回 生死轮回从哪来的 从我来的 所以 常常想到我 我执 就非常坚固 你就出不了轮回 要想处理轮回 要把母放下 你看 无论是大臣小臣 修习 真修 真修没有别的 就是放下 张家大师跟我见面 第一法 第一次教给我的 就是教给我 看母放下 这话是真的 非常感激这个老人 头一天 就把佛门里面 修学的秘诀 传授给我 那个时候初学 听到这个话 似懂非懂 实在讲是不同 那么这么多年来 越学 越能够体会 这两句话 要紧 好